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把 Galaxy Note 2 和 Galaxy Note 2 LTE 在原生的 Multi Window 中加入自己的形容程式 首先要在網站上效載 N7100、N7105 Multi Win 傻瓜包 現在將傻瓜包解壓 解壓後會得出這兩個檔案 現在可以把手機連接到電腦 接到電腦後就可以把這兩個APK 檔案放進手機裡 放進手機裡之後就可以進入手機裡 打開一個我的檔案 在安裝之前我們就要進入手機裡設定 選擇安全性 然後就可以看到裝置管理 要勾選一個未知的來源 現在就可以去我的檔案 按下所有檔案 選擇SD卡領 在手機裡可以看到 有一個Xport Installr 還有一個Xport Multi Window 我們先安裝這個Xport Installr 首先安裝這個Xport Installr 現在我們進入剛剛安裝了的Export Installer 裡面 按一下這個Install Update 完成之後我們就去這個 我們就勾選這個Exmulti Window Mode 我們就要把手機重新開機 開機之後我們就像平時一樣打開Multi Window 就是按實個Back In 那Multi Window就會打開這一欄 我們在這裏就會看到很多自行安裝的應用程式 我們就可以試一下用Google Chrome 然後再加一個蘋果一報 當中我們是發現不到任何筆的暫時 在這個蘋果一報裡面我們可以在邊看片 邊上網 我們在這裏就會有一個小紅磁處 我發現我師父不穿上 那他去看後面的筆 全市歸褲場當沒事 那邊就是前見 他也有前見 他也有前見 不過這邊起包風穿上就當沒事 他也沒有前見 他也有前見 他也有前見 他也沒有前途 他也沒有前途 他也有前途 他也沒有前途 他也有前途 他也沒有前途 那今天的鑑隔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收看 好的